出国留学,即便在当下也依然是一个关注度很高的热点话题,更不用说在上世纪90年代,在那个时候,国内的大学生都屈指可数。考上大学对很多人而言,都是渴望不可及的事情,对于出国深造,更是想都不敢想。 哈佛、麻省、耶鲁等一众声名显赫的国际一流大学,代表的是世界最强的一批大学。如果能够前往这些高校留学深造,都是社会最顶尖的一批学霸人才。未来发展前途都是不可估量,一片辉煌。 但是,想要进入这些大学的难度也相当高,用万里挑一来形容也不为过。顶尖人才的稀有,自然导致了全社会对其的崇拜和追捧。 而今天要说的这一位哈佛女孩,曾经是许多80后,学生心中的成功典礼,更是一度被无数老师父母视作教育典范。 但是如今在回首这位学霸少女的经历,却引发我们更多不同角度的深思。 这个曾经轰动全国的哈佛女孩,就是刘亦婷,上世纪90年代末。 一个大学生数量相对稀少,学历还相当值钱的年代,很多人或许还根本不了解出国留学的概念,没有听说过国外的一流名校。 刘亦婷却在1999年,一举考上哈佛大学,世界顶尖的一流名校,并且是被哈佛以全额奖学金特招录取,一夜之间,全国似乎都炸开了锅。 关于哈佛女孩刘亦婷的报道,与新闻沸沸扬扬,铺天盖地占据了人们视线。 这个横空出现,惊诧众人的学霸女孩,似乎达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,刷新了无数人的眼球。 刘亦婷何以能够被哈佛录取? 多年之后,曾经被吹捧上天的哈佛女孩,遭到了不少实力质疑,她的确非常优秀。 在当时的高中也属于真正的学霸,但是却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拔尖卓越,是不可超越的传奇。 实际上,在很少人知道,出国留学项目的90年代末,刘亦婷的父母很早就为他留意出国留学的相关项目事项。 除此之外,家庭环境营造了条件,把握住了机会,不懈努力地去申请,实力加上机遇。 内在能力加上外在客观条件,种种综合因素才成就了当初轰动全国的哈佛女孩,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的刘亦婷,成为了很多人盲目崇拜的对象。 刘亦婷的父母借此出了一本《关于教育女儿的教育书籍》,名字就叫做《哈佛女孩刘亦婷》。 在当时,很多被冲昏头脑的父母,真的将这本《教育书籍》完全奉为闺孽,并且跟着其中一些,看似完全不合理的教育方法照搬照做。 如手捏冰块,高强度无休息学习等,令无数孩子感到苦不堪言。 如今看来,所谓的《哈佛女孩教育法》透露出一丝荒唐的意味。 无论是刘亦婷父母看似消费孩子的行为,还是无数愚昧家长、愚昧照搬的教育方法,都有些令人啼笑皆非。 考上《哈佛》的刘亦婷,曾经提及自己心系祖国的贫穷落后,一定要在国外学有所成后归国奉献。 但是如今二十年过去,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位,曾经发出豪言壮志的《哈佛女孩》回国的身影。 据说她已经在美国结婚生子并定居,并没有回国的迹象和想法。 如今,刘亦婷在美国的一家企业就职,生活也并没有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辉煌无比。 诚然,我们不能要求一个,有着更好人生选择的人,未来一定要回国发展。 但是毕竟每一个人都要心念祖国,永怀一颗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,绝不能忘了初心。 而回过头来看《哈佛女孩》的成功,说是真实力,还是运气好,或是有其他的一些的关系和因素在内,我们如今也不得而知。 但是盲目将《哈佛女孩》吹上天,完全将其奉为教育模范,却是万万不可。 毕竟教育不是生搬硬套的死规矩,更应该根据每一位孩子个人的发展特点,来寻找最适合的学习方法。 想要钻空子,搬运现成的经验或是教育成果,最后往往都醒不通。 要想真正在自己的人生中开辟成功,唯有努力,努力再努力,它是前进,才能接近理想的人生目标。 你对《哈佛女孩》刘亦婷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